朋友去塞店当中提一款车 这辆车也是刚刚上市时间不长 经过一个改款 它是丰田的全新的RV4 之前有很多朋友说 说想看一看这么一款车型 他今天也是买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颜色 是一个绿色的 我们也来看一看 绿色的丰田RV4 这辆车大家感觉如何 又或者说新款就上市 这辆车究竟有没有优惠呢 大家感觉这么一个价格值 或者不值呢 下面组织 我们一起去了塞店当中 来看一看这么一款新款的丰田的RV4 各位老铁们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呢 就今天这个车主 他来提的全新的丰田的RV4 可能很多朋友呢 就一看这个外观呢 是一位啊 他要不然就贴膜了 要不然就改色了 其实并不是啊 这辆车 它就是原厂出的一个颜色 是叫做墨绿色 配置方面呢 是属于2020和2.0 自吸车型当中的啊 四驱风上plus版 新车购交价呢 是20万8800 我本以为啊 这个车也经过家长拉大 后来一查尺寸 发现它和普通版本呢 尺寸方面都是一个样子的 只不过呢 配置相应来说 稍微高一点啊 再上它是一个 四驱一个版本 肯定呢 在爬坡呀 或者说去个小山地呀 都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这一代的RV4呢 是在今年4月份是上的市 很多朋友们呢 刚才是认为啊 新款RV4一上市呢 不是特别的好看 但现在呢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还算是可以的 不管是外观呀 内饰啊 比起上来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那RV4和威兰达 到底是选择哪一个呢 其实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推荐荣放的哈 因为荣放在中国 已经上市有三代了 而威兰达呢 只是刚刚出来的 一个新产品 将来不管是卖二手啊 或者是找一些配件呀 肯定RV4呢 肯定要比威兰达 要更好一些 毕竟老百姓最认可的 不非就是啊 车的一个品牌之认度了 包括我呢 也问了车主了 我说你为何 会选择这么一个 绿色外观这么一个车呢 结果呢 车后再来说 不过之前呢 也非常喜欢 一S200 那个零波浴的 只不感觉价格方面呢 真是太高了 再加上啊 不论是发动机呀 变动箱 也几乎和丰田呢 全显相同的 只不过是一个进口而已 于是呢 超全过后呢 家里人也想让他买一个SUV SUV空间大嘛 于是就选上了这么一款 丰田的全新的一个荣放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辆 新款荣放 它内饰 内饰方面呢 我个人感觉 这一代做工区料呢 真的是很不错 除了这个大屏之外呢 其余 很多地方摸上去呢 都有些软的材质啊 当然挡霸呢 还是做的啊 不是够好 后排空间还算是可以 我们坐进去 没有任何鸡腿的感觉 但是输出度呢 已经远不如以前的啊 日系车了 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 它是一个整体价格的啊 很多朋友们呢 都要说 这款车到底有没有优惠呢 其实还是有的啊 这辆车车主呢 也办了个分期 总共呢 这个车主 优惠了4000块钱 裸车的价格呢 是在20万里头光 就这辆车 它全部落地了 已经升调 大了23万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 丰田的紧修型SUV了 哪感觉怎么样呢 花一个23万多 买一个丰田的IV4 值还是不值呢 下期还有个什么事 也欢迎屏幕屏幕留言 同时呢 欢迎大家观看